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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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呢 我們暫時都希望透過一些化石的研究 去幫我們做個定年 第一代那些生命體究竟何時出現呢 現在大約的答案都是說可能是 在那個地球形成的頭幾億年左右 就已經是有都不奇 其實就是這麼說 剛剛有了這個地殼 有了這個海洋很久之後 其實都比我們想像的快是有這個生命 我記得在前幾個星期前我們提過的 第一代的這些會進行光合作用的生命 我們現在是有個數的 但是你說什麼時候真真正正第一個這樣的生命呢 大約只留一個很粗疏的一個年份 就沒有一個很確實的證據了 但是有細胞就等於是有生命的嗎? 應該這麼說 如果它是有一個很穩定的 就是新陳代謝結構 它懂得去局部的去逆轉那個箱 它懂得去將自己的能量去集中使用 懂得新陳代謝 排出廢物 有一個動態平衡維持在一個密閉的空間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這個就是一個生命 當然這個東西還要懂得自我複製的 它就是一個生命 好 但是在世巴之前是不是已經有生命呢? 這個又看你怎樣去看了 你比如說那些純粹只有遺傳基因資訊的東西 你先算算生命 病毒就只有外殼包著一些的遺傳資訊 它自己裡面不懂得去新陳代謝 但是要依附著其它東西來幫它去複製這樣 如果你是說它有能力去自己去吸收外界的能量 跟外面的東西做交換 來去給自己用 然後自己再去懂得因應外在的條件 去複製自己的生命資訊 來去做多幾個copy出來的話 那這些才叫做生命 那很多時候就是 你在這裡講的 有些我自己都不 雖然看過很多次 但是已經是 都不算記得太準確 你開頭那些這樣的細胞 它不是已經 不會已經有一個粒線體那種的結構在這裡 那些粒線體很多時候就是 幫助你怎樣去提供能量 令到你的細胞可以進行新陳代謝 很多時候那些比較 原早一點的那些這樣的細胞 它的外殼結構是比較簡單 比較鬆散 它也都是 甚至乎它的遺傳物質 也都不是集中在一個核心那裡 也都是很零散地分佈在那個很弱的外殼那裡 那這就是比較早期一些的這種生命結構 那我們會研究究竟這些是第一代的 是怎樣形成的呢 那我們可不可以找到一個機制呢 我們可不可以運用地球當時有的條件 幫我們合理解釋第一代這些原始生命體 是怎樣形成的呢 如果我們能夠在實驗室裡面 不要說完全重複整個過程 部分的這些生化過程 我們能夠重演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就是慢慢能夠重現地球如何 引育第一個有生命的細胞 那種這樣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略規一二了 但是那個時候 就是假設有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跟我們現在的細胞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就是完全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的細胞就複雜很多的 剛才都提及了 對於那個細胞的外殼 它那個控制裡面的物質出入的把關那些這樣的機制 還有裡面它又沒有一個 它怎樣去產生獲得能量 還有它怎樣去 就是它裡面的遺傳資訊擺得整不整齊呢 越是原始的東西 越是雜亂無章的 現在你說一個細胞 我們說到很複雜的裡面 就是你出一個圖出來裡面 就說很多支叉的這些東西在那裡 很重要的一個結構就是 我們有一個細胞核 那個細胞核就將我們這個遺傳資訊 就放在這個細胞核裡面 那麼這個是已經後來發展出來 一個複雜的結構來的 那麼你就算那個細胞膜和細胞壁這件事 也都是很後來才發現 有一個這麼明顯的雙重結構在那裡 最初那些東西 簡單到可能就是一個油脂粒 我們叫做lipid或者liposum 這些這樣的油脂粒 就已經是提供了一個 一個小小的一個泡泡 一個這樣的環境 來去保護住裡面的一個物幣的空間 來去使用一些有機物 可以在裡面自己搖來搖去 那會不會就是這樣搖來搖去 讓它出到一個生命體出來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現在的學說就是說 開頭就什麼東西都是雜亂無章 有很多有機物在那裡 這些有機物是不會形成到一個生命的 但是有些很獨特的機制 就是令到那些這樣的無論是蛋白質 甚至乎RNA DNA可以形成出來 它形成出來都還不是一個生命 會不會它可以撞到一個環境可以是孕育它 令到它們很穩定地將這些遺傳資訊重複出來呢 原來這些過程可能也要耗費能量 還有需要一些催化劑的 這些材料又在哪裡找回來呢 原來大自然就有齊了這些東西 不過爭取你有沒有一個環境 將它這麼巧合的組成出來 令到它就好像突然之間 就是有很多的零件 很多的Legro blocks 令到它組成了一個 就是有了各個功能的東西 就這麼巧集中了在這個空間那裡 這個就是為之第一個的細胞的機器就出來了 那是不是它當時這個 這個原子的細胞是可以獨立生存的 那照計應該是的 它叫做原始的生命體 它是可以獨立生存的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隨著環境外界的變化 懂得去反應 還有懂得去重複自己 於是當你出現了第一個的時候 而它又重複的時候 周圍也沒有什麼環境去破壞它 也沒有天敵的時候 它就一聲就出了一大堆出來 那照計就是這個生命 由零去一的過程就是 醞釀了很久 很多的材料有在這裡 突然之間你砌到一個出來 可以自我複製的時候 它就很多的大量就出來了 然後這一堆這樣的東西 它再遇到其他周圍有用的零件去砌進來的時候 它也可以變成有upgrade一些了 又再複雜一些 那譬如它後來遇到粒線體 後來再遇到一些結構可以令到它 可以將那個遺傳資訊擺得更加整齊 再遇到一個可以令到它鞏固細胞外殼的一些機制 然後甚至乎再遇到一些機制 就令到它那個細胞 懂得是有秩序地開門關門 令到它可以控制自己有些什麼放出去 還有有些什麼要扯進來 就是令到一個完全是慢慢累積回來 越來越複雜的一個機器在裡面 那是不是它這個就是有一個獨立的原子細胞 那接著有其它很多獨立的原子細胞 到了某一段時間或者某一日 突然間這些細胞再合在一起 可以變成另外一塊東西出來 那就是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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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變成人 按照計就是這樣 就是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 一直是複雜程度就幾何級數去上升 這裡我們就比較吹水 就是我們想像的圖像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實實際上去證實我們這些說法 你一定要從一個最基本的過程開始講起 其實剛剛在那個《自然期刊》裡也有人去找到一個很小小的實驗室裡面的線索 就是在開始只有這些油脂粒 這些油脂粒去形成的時候 你要記著有很多這樣的有機物是形成了的 那些有機物很多時候可能有部分就可以最後以一種糖分 或者油脂的形式去形成了出來 就是那些有機化合物甚至乎那些氨基酸 其實是在地球上面 甚至乎在地球外面周圍都是 剛剛有一個小小小的消息 但是沒有拿出來大講的是什麼呢? 日本它在那個龍宮的小行星上面拿回來的那個樣本 可以拿那個泥土來種植物出來 就是上面其實是有一些所需的養份在這裡的 所以我們地球裡面更加多這些所需養份是可以孕育到植物出來 一點都不奇怪 而這些有機物這些養份在地球以外 散落了很多小行星都有 一點都不奇怪 那好了 地球上面有些油脂粒 你怎樣可以決定到 就是這些這樣的油脂粒 怎樣可以裡面有一個更加複雜的結構來幫助你 那些這樣的生命可以孕育得更加好呢? 其中原來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就是這個油脂粒 是要懂得去引入一些輪質的東西 一些有輪的成分 其實地球上面有很多輪的成分 當這些輪的成分能夠融入了在這樣的油脂粒裡面的時候 它就成為了一個很方便去 就是比起其他的那些有機物在裡面去做一些 促成更加多的生化反應 其實本身就是一堆化學反應 但是它的那堆化學反應 後來我們發覺原來是和生命孕育有關的 在這裡我沒有辦法很複雜地 很簡單地講這個故事 始終不是這個專業 但是如果熟悉生命演化的朋友 你會知道的 就是輪酸、泛酸、氾氧這種原素 是計算這個炭、淡、氰、氧這四種原素 這四種原素 第五種重要的化學原素 來幫我們造就了生命的孕育 就是你沒有了這樣的輪這種角色 去加入了在這些原始的油脂粒裡面的時候 這個油脂粒是沒有那麼容易準備好 去把它包住了裡面的那些有機化合物 是幫助它們進化或者砌成一個更複雜的結構在那裡 就是有了這些東西就令到一些比較簡單的氨基酸 甚至乎是那些後來會變成遺傳物質的那些RNA那些東西 是很難去再進一步變得更加複雜 現在在它們的實驗小組裡面 它們是重現了那個叫做有輪的這種結構 怎樣可以去進入到這些本身的有機化合物 形成了一些新的化合物 而那些新的化合物是可以幫助我們促進其他生化反應的 那麼那個新聞的標題就講得誇張一些 我們好像終於去解開了第一個細胞是怎樣去形成的 但是其實講得比較叫做中肯一些 就是說其實我們是掌握到其中一個可以造就到第一個細胞形成的一個很基本的生化機制 因為我們現在能夠證實到原來是很容易在地球上面是有的 所以我們如果覺得這件事很容易有的時候 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我們可以建基於這種化合反應 去繼續建立下一步怎樣去邁向到真正一個完整的細胞形成的過程 這個故事是怎樣講下去的呢? 簡單來說就是說那個材料本身其實不是很難找的 但是問題就是那個材料它那個組合為什麼會形成這樣東西? 我想似乎是有的 是的 現在就是我們有那個材料 它形成了第一個細胞中間可能經歷一千個步驟的 但是現在我起碼證明了第一個步驟它是絕對可行的 絕對可以發生的 應該是不停地發生的 所以我們這個故事就可以繼續去更加合理地 循循這個路向去講下去了 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譬如說我們對於生命這些組成的元素 他們那個形態是不是對稱的? 那個在生命裡面的對稱性永遠是一個很令人著迷的問題 大家扭螺絲的時候都知道了 那些螺絲弄得出來通常都是向著一個方向的 什麼意思呢?就是你那個螺絲通常都放在那裡 你把螺絲批在上面扭 你都是向著 你從螺絲批在上面那裡看下去 應該都是順時針扭緊 逆時針扭鬆的 這個是符合我們自己那種約定俗成的習慣 我們不會隨便 我們通常是定了一個習慣 一個方向扭鬆 一個方向扭緊 就少一些麻煩 少一些問題的 那原來在大自然上很有趣的 我們知道那些DNA RNA 它們都是一個螺絲結構的 原來它們的螺絲結構都不是隨便亂來的 對於DNA RNA 它們的螺絲是右船的 那些叫左船右船你當作一個名字 原來對於蛋白質 它們是喜歡左船的 就是它扭起上來是有一個特定的方向的 但是這件事我們從來不是很理解為什麼會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這個生命世界搞了一大輪 孕育了細胞後來又有些胺基酸 有些蛋白質 那些蛋白質為什麼 它們好像自己懂得約定 只是向著一個方向轉的呢 那原來這個又成為一個很嚴肅的研究課題 我們的生命是怎樣去走向了 只是說 只是依賴了一種叫左船的蛋白質 來繼續去演化下去呢? 左船是不是比右船更好處呢? 那現在我們 這裡很快地這樣講了 我們現在的發現就是說 其實就不是因為一個獨特的演化結果出來的 在大自然來說 它本身就不是太偏心而已 不只是說特別喜歡產生左船和右船而已 但是原來現在實驗結果很有趣的 當它的左船和右船的那個物質開頭 如果大家都是很嚴謹地一比一那麼多的時候 出來的結果就沒什麼說誰是好處不好處 大家就不會說 我就會生得比你快 我就會生得比你快 但是如果開頭是有一點點的擾動 是那個分布不均勻 可能是一隻多過第二隻的時候 就很容易骨牌效應就倒向一邊了 就是現在我們就證實到 地球上這種自然界形成出來的 就是在有機生命過程產生出來的蛋白質 它經歷過好像滾下山坡的一種這樣的圖像 當它在開頭有一個好小小的擾動令它特別向著一邊滾的時候 譬如說左船的蛋白質多於右船的小小的時候 它自然就會繼續累積特別多的左船 就令到那些右船的特別是越來越少的了 就是發現了這種生化機制 其實都是一個很不容易的過程 我們這裡就沒什麼時間去慢慢講它那個發現的故事了 簡單來說就是這一種偏向左船的情況 是一個正反饋 是 就是越來越緊要 越來越緊要 是 是 這隻有結束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講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 坐在旁邊的一個是 Ship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ip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ip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些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我們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 那些人就去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你去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啦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只有我和台長 對不起,我和幾圖來一次 對不起